下禮譜畫面 保姆推著嬰兒車上面掛滿廢棄品 兩個小朋友手牽手跟在後頭 保姆自顧自走在前面 居然在托育期間 但小孩言路時慌 家長來接送看到畫面 氣炸要跟保姆解約 卻疑似被獅子大開口 要違約金年終獎金 節日禮金總共兩萬五千多 覺得超不合理 為什麼是他做錯 我要去買單 危險帶兒童上路撿回收 還被踢爆 常常毒瘤小孩在家 這是在去年八月發生的事件 社會局介入後 卻延宕九個月才撤銷保姆执照 等判決期間保姆疑似持續收拖 一邊撿回收生活 廢棄物堆的亂七八糟 鄰居也勸不聽 因為保姆不配合提供資料 說持反覆 民眾所提供的影片 上面沒有註記時間跟日期 以至於我們在收集證據的時候 會耗費非常多的時間 時隔九個月判決終於出爐 保姆帶兒童闖馬路 挨罰六萬 獨留小朋友在家罰六千元 還要廢紙保姆登記 保姆帶小孩實荒全身髒兮兮 被家長看見 卻因為財政困難 延宕財閥 讓家長很難接受 記者高雄報導